嗨,大家好,我是猫力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面包非常的松软 还有浓郁的巧克力口味 面包能吃出巧克力的口感 又不油腻,又不怕发胖 这些是制作面包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我们加入液体材料 鸡蛋加牛奶,一共180克 加入糖,40克 盐,2克 无糖可可粉,20克 加入高筋面粉,250克 加入五盐黄油,30克 把面包桶放入到面包机中 在酵母盒中加入3克酵母 设定2小时快速面包功能 葡萄干功能选择油 因为巧克力面包本身颜色已经很黑了 所以烤色我选择蛋 各时我们来准备巧克力 撑凉出30克巧克力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多加 你可以放入你喜欢的巧克力口味 但是大小要小于1厘米哦 放浮料的提示音响起后 放入我们准备好的巧克力碎 再按一下开始键 我特别喜欢偷看面包机工作 哈哈 你也可以完全不理它 就让它安静地搅拌 发酵 烘烤 两个小时后 新鲜美味无添加的面包就烤好了 把面包桶拿出来放在晾晒网上震几下 这样既可以震出热气 也方便取出面包 面包取出后 快速地把它树立起来 准备晾凉 刚烤好的面包表皮酥脆 满屋飘香 轻轻地敲一敲 就有扣扣扣的声音 面包就是烤熟了 面包放置15分钟后 套上保鲜袋 这样做的话 面包放凉后 面包表皮就会变得松软 这样就解决了面包机烤面包 面包皮干硬的问题 放凉后的面包表皮松软 切开后看看面包的内部组织 够细腻 够松软 够诱人 巧克力控表示完全没有抵抗力 怎么捏都会回弹 我的巧克力豆不耐高温 所以都融入其中了 如果要看到面包里的豆豆 可以选择耐高温的巧克力豆 浓浓的巧克力味道 保证吃一口就沦陷 好像在吃云朵巧克力 给大家最后的钉铃 千万不要自己改配方 你一定能做成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猫力 看完别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